这种超级钻石矿石烧出来一个就是六个 比时运都多呀这东西 然后由于我们现在前期嘛 只有12YEMC值 我的建议是咱们不要做太厉害的幸运方块 另外就是家里也没有高级熔炉 对不对 我们现在最好是把熔炉的问题也解决一下 后续烧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都会很方便 那么好 有一个方块就脱颖而出了 它是谁呢 没错 它就是星际方块 这个价格跟普通的幸运方块差不多 但是呢 功能要很多 因为普通幸运方块能开到的造具只有原版 而这里边就不一样了 用我们史蒂夫的麒麟臂 希望能开出一个 它的星际熔炉 燃烧速度和我们之前的那个蓝色熔炉差不多啊 来 让我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哎不是不是 鸡怎么还打人了 哦 上面应该是有僵尸 哇 你隐身我就看不见你了吗 笑鸡真的是 不对 笑僵尸 第二个 第二个方块我们开出了很多的药水啊 药水那种东西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是没有用的啊 因为药水效果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哦 这是什么 魔法帽子 撇掉了 魔法帽子我们用不到 这个是一个幸运胸甲 看下防御力 有点低啊 低了半个 变成两个半了 这怎么可以呢 绝对不允许 哦 这是 等等 我一共就这点EMC值啊 我现在只剩16000了 然后还剩四个方块 你真的不打算给我开点什么吗 哦 开了开了开了 咱把没什么用的扔掉 红石也扔了吧 因为红石根本就不值钱 然后 先别开 万一有石蕴稿子 哎 我打 直接秒吧 小嘎巴豆子 还打我 呀 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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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攻击距离很远 不用怕他们 哦 石蓝蕴转了 我去啊 这是什么 黄金块 四个 我把底下这四个精准采集下来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它有那种垃圾方块把我炸了 咱们看一下幸运值 都是零 那就可以安全的开了 先卖掉 咱们给它刷新一波运气 这三种矿石我最好是什么呢 等我石蕴蕾再开 现在咱们手里还有九个啊 九个星际方块 我建议是离家远点 咱们去到刚才走得很远的这个地方 哎 这样的爆炸也不会炸到我们 哎 旋温也好啊 旋温也有高速熔炉 而且旋温方块好像有点贵 我记得 四万多 一会儿EMC值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玩一下 旋温是不错的 真的 哦 钻石块 赚到了 旋温先卖进去 这两个方块 一个附魔术架 一个钻石块 来了来了来了 高级熔炉 兄弟们 一组黄金加半组铁啊 而且这个熔炉速度很快啊 星际里边的熔炉被咱们已经开到了 那这是什么 哦 头颅 这是星际方块里的头颅 打下这个怪 我的攻击距离很远 这应该也就一百级血吧 好 它嘎了 有没有掉落物 嗯 掉了大量的腐肉啊 掉了一百多个腐肉 看来这个僵尸也不简单呢 什么药水 哎 百分百的 没准能砸出EMC值 火撇 漂亮 食物 这里边有个金苹果 你看 金苹果 还有金萝卜 这个呢 这应该都是好的吧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可以粘进点 哎 粘进点 然后把这个附魔台也挖走 这相当于EMC值了 挺好的 全卖掉 然后不能卖的这两个小猩猩我记得可以吃 吃完了 有一个缓降还是飞呀 都没有 是我记错了 夜市头盔 但是防御率降了一格 并且抗性提升的效果也会减少 你看 抗性提升还有一秒就没了 呃 就没了 我们还是穿套装吧 除非我们这个星际也来一个套装 现在我有多少EMC值 二十万是吧 二十万 咱们回去把这点矿烧了 熔炉 敲掉墙壁 然后 放上壁炉 这波操作叫什么 让它烧黄金 看一下速度 你看 比原版熔炉要快很多 对不对 然后铁也放进去 现在再拿出十一个方块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稍微往远走一点啊 这十一个 走你 哎呦我去 这家要开出一堆巫师 快跑 他们还要打我吗 别打了哥们 别打了 我本就EMC值不多 你们还要欺负我是吧 这十个 我觉得咱们还是别开了 EMC值这东西得加 它得加幸运值 真的 这东西不加幸运值 我感觉开不出好东西的 太慢了 省点EMC值 呀呀这杀手兔 这杀手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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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